OK 回來 第二段 我跟俠客在分享那個 那個加粉神器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工具 就是 如果做生意的老闆 可以把你周圍有微信的人 全部裝到你的微信裡面去 而且是自動的 非常厲害 然後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我就發現 因為這個軟體是 大陸我去北京上那個師兄他們公司弄的 他號稱 他號稱他 他們公司花了400萬人民幣研發 號稱 不過我猜可能是400萬台幣 就花了700萬去研發 然後呢 果然有一些蠻厲害的東西 但是我從昨天安裝 弄到今天測試 我發現 台灣人的積極度 跟大陸人的積極度 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一樣在我的朋友圈裡面去分享 然後呢 昨天到今天大概加了100個人 左右新的朋友 然後就發訊息 我有這種自動的這種加粉神器 大陸大概有10個人 大概加入人數大概一半一半 大陸這邊大概有10個人說 欸是什麼玩意兒啊 是什麼東西好這樣 然後呢 大概有四五個人 很有興趣繼續發動下去 然後剛才已經成交三個 就是他想要買這個東西 一個去做生意賺錢 目前台灣有興趣的人是 就是讓我感覺蠻有意思的 可能是這個是微信大陸比較盛行嘛 對 但其實我發現台灣 這個用微信可能其實也不少 因為它有一個工具就是 譬如說我現在可以馬上附近 因為它微信可能就會被抓進來喔 因為它是自動的嘛 它們來試調一下 再說有用微信的同學幾個時候 欸其實應該是有吧喔 那我看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就是定位在這裡 定位這裡 它就會搜尋這附近 有用微信的人 那這附近有用微信的人 他就會開始去跟他打招呼 是超厲害的 我發現台灣人用微信的其實還不少 還不少 那重點 台灣其實市場非常小 一堆葛雷 Peter David 100公尺內 可能是隔壁教室的 他開始打招呼了 葛雷 他屏東買的喔 你看馬上知道了 葛雷是屏東買的 因為他打屏東 就說哈囉 我是造行老師 就這樣 超厲害的 馬上就抓出來了 所以工具非常厲害 但當然我突然有提醒 工具很厲害沒錯 但是呢 我們現在大概抓了 就他掃進來了喔 這裡應該有上百人喔 Sky 阿倫 苦哈哈 名字叫苦哈哈 莊小王 有沒有念到在座的 兔兔 兔兔有在這嗎 林大海 大象 凱 好多喔 他立刻就抓進來了 我發現台灣人還是有人用 只不過 台灣人那個積極度 沒有內地同胞來得強 所以他們非常積極 非常努力去測試這個東西 OK 好 這是我現在感覺上最大的差異 好 來 26 我們繼續 DU 代表2 因為呢 翻譯來自於BI BI BI Bicycle那個Bi 來雙重 一起看一下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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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會比較重 是不是 味道會比較重 就是鹽家飯館這樣 我去那個北京上課 我之前去深圳 去訓練老師 任何鹽都不用撿了 我就一口就是我們台灣一整碗的鹽 真的超小 雖然當然也是 滷肉飯什麼的 所以真的如果台灣人吃了就能不能好好做 我覺得很容易吃 因為東西沒有很好吃 所以你去餐廳 那餐廳就貴了 對不對 所以口味不一樣 應該比較重 我之前想說 那陸客人來台灣 想說來台灣朝聖有沒有 就是觀光客朝聖 最近有個議題 就是北京跟台北的高鐵 各位有看到新聞 贊成的舉個手 然後舉超快的 就我覺得不管你贊不贊成 事在必行 只是時間的問題 就不管你這種贊成 所以我找張圖給各位看 這是我08年去念博士班的時候看到的圖 08年我就看到這張圖了 怎麼走呢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 看不清楚嗎 我翻大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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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角 如果這邊 這邊連過來 然後可能上海 然後再上去就毀金了 對不對 在北京就上來 在北上國就連起來了 就連坐飛機都不用坐了 OK 共產黨的一貫的作風 就是說到一定會怎樣做到 OK 因為就一檔獨大 所以很容易貫徹執行 那你在網絡會找到很多其他的版本 會把這個塗掉 那麼是不願意面對現實版 後來有人做很多版本 就這邊都沒有臉 那這一張是我 我在2008年去念博士班的時候 我們的教授提供給我們的 他就說 這是最近他們人大會還是什麼會 都畫出來的一張圖 所以各位趕快想一想 2020年 那時候還有十幾年嘛 有什麼因應之道 什麼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配套措施 好 舉個例子 所以那時候呢 是不是要開始認識大陸朋友 是嗎 要不要開始用微信 要嘛 要不要看懂簡體字 要嘛 不管你願不願意接受 它都是遲早會發生的事實 所以你有不同的選擇 一 我不管 我就是那個叫做 不願意接受改變 那時候我就北京上課老師講的 不願意接受改變 為什麼要改變呢 為什麼要通呢 台灣自己高鐵好好的 叫不願意接受改變 但還是要被改變 遲早 第二個叫做願意接受改變 然後做好準備 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現在也是在學生的聚會的時候 在學要念書 就不知道這樣 台灣大學畢業生有多少人 每年 每年 十幾萬吧 好 未來的十年會少百分之六十 所以不習慣刷著一旦 學校刷著一旦 老師刷著一旦 大家都刷著一旦 真的 因為新生活就大幅度下降 那你現在是跟台灣的年輕人 所以畢業生比賽 競爭競賽 但是一通之後呢 你知道會不會做什麼 五百萬 而且最近開放二胎 所以開放二胎之後 應該按 如果沒錯的話 我也會繼續上升 所以畢業生就五百萬 欸 很刺激耶 五百萬喔 台灣那個時間很大 好 這個五百萬 所以可預見的未來 五年內 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有什麼應用措施內華 把自己弄好 把自己弄好 對 他講得很白話 對 好欸 把自己弄好 也就是說你要趕快這個 把這個實力啊 軟實力啊 硬實力啊 英文啊 各方面的技能啊 人際關係要不要培養 欸 要啊 各方面都要培養好 那五年後你就不用罰了 所以上次問問進口頭 好 我們來 再一次Duo Duo OK 所以提醒各位了 來 下面一個 也請一下Duo Duo 再來Duo Personality Duo Personality Duo Purpose Duo Purpose Duo Purpose OK 所以雙重目的 來 二十七 Duo C 引導 好 一請一下 Introduce Intro Intro 往裡面 Duo C 代表引導 所以不斷的穩密引導 好 那一句 We've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我們已經被互相介紹過了 Intro是裡面 所以入 Intro 好 那什麼意思 那Intro呢 是兩者 兩者 所以不一樣喔 好 下面演藝推 你請一下 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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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Duo 這個蜂柳定一名 來證明這個M-Done 所以他的另外一班赫拉 每天都在生氣 每天就看他去交女朋友這樣 每天都在生氣 然後莫名其妙把人家變成熊 莫名其妙 就是有一次宙斯跟 在路上又看到一個很美的女神 我忘記是什麼女神呢 就看到而已 然後就根本還沒有交談 然後赫拉從上面又看到了 這個宙斯又在那邊把妹交女朋友 然後赫拉就生氣了 重點是他從來沒有去懲罰宙斯有沒有 從來沒有 這個宙斯走了之後 他說好沒關係 你那麼美是不是 他那麼喜歡你是不是 我就把你變成熊 所以就把他變成熊 然後就講不出話來 一次這個女神變成了熊 那這個女神有一個兒子 他剛好要去打電 請問兒子看到的是媽媽還是熊 是熊嘛對不對 所以兒子正準備要把劍射出去 射往自己的媽媽變成熊 這個宙斯突然又冒出來了 你不要問說為什麼宙斯又冒出來了 反正什麼話不會就說他要冒出來了 反正就是這種情節安排 古代人也蠻會埋梗的 就是宙斯看完美女就走了 然後他就跑出來把他變熊 然後後來宙斯又路過 然後他就看到說會要發生母子相殘的事情 因為媽媽想要跟兒子講話 但他講不出話就是熊在叫 然後兒子一看到熊那麼大隻在叫 就害怕準備要殺熊 結果宙斯回來一看 哎唷糟糕不能讓母子相殘 所以立刻怎麼說 把兒子變成熊 你有沒有覺得超妙的 他為什麼不把媽媽變回來 你跟他問宙斯說為什麼你不把媽媽變回來 他就是要把兒子變成熊 就是這樣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選擇 但是選那個很有趣的 於是呢 媽媽是一隻大熊 兒子是一隻小熊 最後在天上有兩個星座 一個叫大熊星座 一個叫小熊星座 這兩個星座永遠在隔壁 就是這一個母子 故事就這樣來的 所以大熊跟小熊 超有趣的 然後我們再點一次 introduce introduce 像這種故事你聽一聽 你會被西方的文化啦 典故啦 或甚至星象啦 就更有概念更理解 28 你寫一下 edible edible ed ed 很簡單 因為它叫做吃 吃東西的吃 那為什麼它是吃呢 來 橫色標一下 1 ea 對不對 這是母音代換 那td歸丟寢 就是e tdsthcsh 人家看 所以可以吃的 來點一下 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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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的 所以例句部分 the food at the hotel the food at the hotel was barely edible ok edible是可以吃的 那bary是否定的意思 bary bary 這個是否定 他有等同於另外一個字叫hardly hardly h a r d l y h a r d l y 如果你需要培內複詞的用法的話 很簡單 來 找給各位 h a r d l y hardly 好 我們在培內複詞裡面 常見的八組有找到 常見的八組 來 一起列一下 always always usually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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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imes sou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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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dy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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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never OK 好 所以最常出現 那這八組裡面有紅色的三個 soulton howdy ever never remover 本身帶有否定 本身帶有否定常常跟附加問居一起出現 如果你要考多義,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OK,本身帶否定,然後常常跟附加問居的考義一起出現 所以這個Hardley Ever叫接空步 就跟那個Building、Building,有點類似嗎? OK 好,所以下面來併用,以前也叫It away 來,第二個Eater 最後Eatery OK,所以都跟東西有關,很簡單 那這邊一個字尾,我們可以來這個 名詞,這是錯了,看一下 名詞,名詞 名詞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當然是免費喔,但是很有價值的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這套教材 上個月我們另外一個魚池合作 魚池就是在行銷學上面 就是另外一群潛在客戶合作 這個統經理我們合作 他就寫了一封信,又寫了一封信 超厲害的,他就寫了一封信 然後就賣這個教材 上個月兩個禮拜賣了二十幾萬 超厲害的耶,超厲害的吧 所以我的重點是要告訴各位 我們沒有收錢,但是其實是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你要好好的利用它,使用它 我不怕被利用 只怕沒有被利用的價值 那只怕你不去利用它 譬如你把它安排回家之後 你可以送給很多人 讓大家這個英文都學很好 這不是很棒嗎? 這就是我們上一節講的心能的種子 你要先學會給 我是不是上次說要送書啊,有嗎? 有嗎?有嗎?有嗎? 送什麼書? 三本書 三本書,你有拿是不是? 新的寫了嗎?還沒趕快 利用好像你有拿嘛 那個雅虎又拿來啦 所以那個書可以流通嗎?請問 這個人看完這本書了 我又把那個書頁的另外一個人 是不是又是心靈的種子 不斷的去循環啊 對啊,就是很多時候是 看書你只要翻翻翻 看書講白話 其實有些時候不用怎麼都看到完 所以翻翻翻看到一句話 看到一個段落,看到一張讀 哇,你莫能見識 我覺得那本書就值得了 就值得了 所以你不用執著於說 我一定要從頭到尾看到完 你越執著這樣你越看不完 你越來越在潛在意 我一起來的經驗 所以不如就輕鬆的看看 喔,原來是這樣 喔,原來是這樣 看起來就會有一個感覺就出現了 請說 不是,那個IBL 它應該是形容詞結尾吧? 哪一個? 形容詞沒錯 IBLIN 對,我顧改那個字 感謝你 好,形容詞字尾 好,我們改成那個字尾 修正一下 好,感謝阿虎 我們再補充更完整一點 來,這裡一次 Adebook 好,補充更完整的就是說呢 其實它有一群字喔 它有一群字尾 在這兒 上面就是Adebook 其實ABLE可以變成什麼 IBLE IBLE I被省略剩下BLE BLE B再被省略剩下LE LE結後顛倒變成EL EL又把母音換掉變成AL AL又把母音換掉又變IL 所以其實這一串字尾 全部都是形容詞字尾 對 最常出現的形容詞字尾 那也就是說 其實你不是不需要BED 它是壓縮啦 省略啦 代幻啦 這些規則來的 好 壓縮、省略、代幻 就這三個最基本的嘛 母音壓縮啦 母音代幻啦 母音省略啦 就產生了這一群的形容詞字尾 所以再次強調 不是用BED的 你要去思考 ABLE換成IBOE 省略BLE 省略LE 顛倒EL 換掉AL 換掉IL 這樣變出來的 alri 什麼UL啊 等等 好 那你這樣 感覺是順著去思考它背中的原因 而不是去死背它 這個很重要 好 好 所以回來 我們再一次 The food at the hotel The food at the hotel was barely had a bowl 幾乎不能吃 好 所以就是 簡直不能入口 好 下面最後啦 二次請留 白信一下 E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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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EQ E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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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有時間可以補充一個進階一點的 好 先到海詞好了 在海詞呢 如果你把這個EQUO打進去 EQUO 我們看到出現什麼 來第二個字 你寫一下EQUOVALENT E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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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EQUO EQUO 應該蠻簡單的 那後來地球一個地方叫什麼 叫赤道 E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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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赤道跟平等有關呢 E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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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怎樣 地球被一分為二嘛 所以赤道跟平等有關呢 很簡單 上面叫北半球 上面叫南半球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東西晶 所以重點是EQUO E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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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簡單 重點是 如果我們再延伸更高級的 有沒有 沒有 它就不是EQUO了 它變成什麼 EGA 超有趣的吧 變成EGA 那為什麼會變EGA呢 來聽一下 這個字叫平等主義 所以前面那個EQUO EQUO 一定是什麼 EQUO 那老師 EQUO EQUO 就EQUO啊 怎麼會變EAO 很簡單 因為EE沒有變 那Q跟Q怎麼樣 在古英文常常被寫錯字 就是古代用手寫草寫嘛 那Q的樣子草寫 跟G的樣子草寫寫 寫錯了 因為寫起來都一樣 好 所以就寫錯字 事實上有幾個字常被寫錯 J 你想一下 J的草寫 Y Y的草寫 對吧 然後那個 G 這幾個 常常被草寫都被寫錯 原始本來EQUO EQUO 被寫成EGAO EGAO 那結果江挫怎樣 九挫 好 就一直用下去 你聽一下EGAO EGAO 原來這個也是什麼 平等種呢 類似這樣的錯 其實還不少 還蠻多的 其中有一個呢 叫做J A M GEN 對啦 J A M 這裡沒有 因為它後來被寫錯 寫成什麼呢 Sorry J E M 後來被寫成什麼呢 G 所以來 右邊再給你聽一下 GEN GEN GEN叫做寶石 GEN叫做寶石 非常簡單 因為它來自於人類的基因 哪一個種 GEN GEN 人類的基因來自於什麼女神 大地女神 GEN GEN 我們剛剛有看過那個神話故事啊 有嗎 還是隔太久 不像沒印象吧 好 來確認一下 找老師的網站 然後呢 然後呢 右手邊 搜尋引擎 好 打神話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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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順便插播一下 那個搜尋引擎 就是那個 我們這邊的教室是用到六月喔 那 三四五 六月初 因為他們這邊要看新的課 我們就沒有教室了 所以請同學幫幫忙 十安之一的靈性童子 問看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上次Mexca說要問他的學校還沒確認嘛 所以問他有沒有什麼地方 好 那目前看起來 是二十到四十個人 應該就夠了 因為每次出席都不一定嘛 對 所以二十到四十人應該還好 不算很大的場地 好 所以同學可以的話 可以幫幫忙 好 好 問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地方 就是 基本上 台北市當然最好 那如果沒有辦法 新北市 但因為新北市很大 如果到金山可能太遠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 新北市應該是在 譬如說新莊啦 返橋啦 基本上也是有捷運的地方 大家會比較方便一些 OK 好 因為新北太大了 新北很冷 你知道深坑也是在新北 真的太遠了 所以就是台北最優先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新北 同學看看有適合的 可以在群組啦 或是在私訊告訴我一下 我們再來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地方 好 十二指釋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去北京上課 克雅老師說 你要學會跟別人做資源交換 跟資源整合 最簡單的方式 說 欸 那個某某老闆 或某某主任 你可不可以借我這場地 他應該會問你 我為什麼要借你這場地 對不對 很簡單啊 比如說 我們是給老師啊 所以要辦一個公益課 所以完全不收費的 所以第一個呢 你這邊的所有老師學生業 全部都可以來訂這個公益課 全部開放 那本來就是公益課 那站住場地 他本來就可以 就有位子就來啊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 Kerry老師 趙晃老師 可以幫你的員工 如果你需要的話 做一場免費的演講 目前我對外的演講收費至少 一場是至少 兩萬台幣 OK 好 至少 定價是這樣 當然長期有約會 OK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 因為站住場地嘛 所以我們就免費幫你做一場演講 或訓練也可以 對 那一定不會因為那個是免費的訓練或演講 我們就會偷懶 因為呢 這個免費的演講或訓練的機會 就可以有機會告訴老闆或主任 我們可以幫他更多事情 所以一定是盡全力的去幫助他 提升他的員工也好 有時候是這樣 老闆說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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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我超級外面說的嘛 你說 那如果說外面起來 顧問說 這樣這樣這樣 顧問說 怎樣這樣這樣 有時候就不一樣 就外面來得算費電金 所以有些老闆就需要這種 終界 終界去 所以顧問的角色就有點終界 去幫他做一些協調 然後整合這些東西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要做結論 我們所提供的價值 至少等於它借給我們場地的價值 但是我希望會超過它借給我們場地的價值 因為場地的價值是死的固定的 但人的價值是無限給創造的 這是我的理念 所以如果你有覺得適合的 你可以到床宿題看看 或問看看 或是需要給我出去跟他聊一下也可以 好 跟這樣事前列約 好 這段文章 奧林匹亞十二祖神 就是 那最下面有個連結 連結就是 希臘羅馬 神話過去背單字 有印象了吧 還是沒印象 還是沒印象 還是沒印象過 沒有是不是 好 看他好像都很 這個 用臉上的微笑 也是心中的皇后 好 好 你們呢 這個就是Mia 這位就是Mia 這位是我老婆 好 這是各地演講 這位是賴老師 這是清華EMBA演講 這位Alice 她是那個竹科電子公司的顧問 她非常聰明 這個香港的顧問 為什麼她非常聰明呢 我去竹科教總經理 玩玩玩 一對一加強 幫總經理參加強 然後呢 她是公司的顧問 她說 朱老師 我要自己 私底上請你上課 總 因為請你是公司的顧問 還要私底上請我上課 他說 對 我覺得你的東西太棒 這樣這樣 她又稱讚了我一番 請問人被稱讚以後會怎樣 真的嗎 這課這麼棒嗎 但是她都膚淺喔 她都錢照付我 而且她個人跟我在Skype上面上課 她是比照公司的終點費付給我 主科的公司很敢付錢的 就是你只要有東西 那是你解課幾千塊幾萬塊這樣付給你的 所以她個人比照這樣子付錢給我 我想說哇 這個顧問真的是很用功啊 後來我發現 她怎麼做呢 她學完之後 我們上了四五堂課 她花了一筆小小的費用 她跑去中國大陸 然後呢 把我交給她的東西 她發揚光大 好 也就是她可能 假設她花了十萬塊台幣 結果她去中國大陸賣給一家企業 很大的企業 連一月三百億人民幣的企業 代表賣三百萬人民幣 你覺得十萬塊怎樣 太便宜了 來吧 太便宜了 然後來可能她有一些 她自己講不清楚的地方 她說 老師 我介紹你 在線上幫她們上一堂課 終點費我照付沒關係 費一萬塊可以照付 對不對 太便宜了 所以我真太便宜了 我今天假勞空 所以後來就發現 我這一頁 這個行業 然後顧問這個行業叫 資訊之落差及暴力之所在 就是說你有沒有管道嘛 你有沒有管道去認識那個三百億企業 你可以當上她的顧問 人家就願意付你三百萬 有沒有變一年啊 那我就是沒有管道嘛 其實她很多東西是從這邊 複製學出去的 人家就是不知道你啊 但是我們自己要檢討 我們自己要想說 欸 那我如何像她一樣這樣子啊 很聰明 她很聰明 叫IOS OK 我的那個iPad是她送我的 因為我幫了她一些忙 然後她說Garry 我覺得你不缺錢 我說我也覺得啊 我就說你不缺錢啊 因為這樣我收入還OK 她說我覺得你不缺錢 我覺得送你給你一個 有意義的禮物 那時候全台灣還沒有人有iPad 所以她說我從香港 那香港人 我從香港 你看它怎麼會種叫什麼 靈性的種子 她說我覺得你這個給現金 太神奇 所以我決定了買一個 你一定很喜歡的禮物 因為那時候我很喜歡用3C的東西 我直接從香港 買一個禮物送給你 她沒跟我說是什麼 她是 結果香港買 然後她回到台灣來交課 然後她請人送到外面櫃台 然後包起來 我也不知道那個什麼 她一打開 Wow Surprise 現在IPad 那時候全台灣還沒有人 iPad 因為台灣還沒開賣 所以這個果然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禮物 這樣很聰明 非常聰明 OK 來 來這個 裡面有一些字 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叫 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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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hology Mithology 所以這個跟物有關 所以我們剛剛說 宙斯的行為啦 赫拉的行為啦 我們一般人怎樣 看不清楚的 因為神的行為怎麼是我們能理解的呢 然後後面這個Logo Logo Logo是希臘文字 跟邏輯也叫Logo Logo Logo Logo叫做道 後來叫邏輯 以前也叫Logic Logic 語言 Language Language 對的話 Dialog 目錄 Catalog 獨白 Monologue 講歌要考多音的話 它的第四部分聽力 就是獨白 Monologue 內容比較多 一個人從頭講到尾的那一種 Monologue 代表一的意思 所以很簡單 來考一下囉 第一個物叫做 Mist 神話 Mist 後面變 Mythology 那這個Mist Mist 後來變成女生 男生現在也在用啦 那個保濕的保養品 叫Moisture Moisturizer 保濕霜 就是從那個物來的 那物為什麼跟保濕霜有關 濕濕的 有潮濕的水分 有水分 所以是潮濕的 所以那個Misture 變成Moisturizer OK 第一代天神來了 一級人家 Gaia Gaia就是大地女神 它的另外一半 一級人家 Euronist Euronist 這個資料都在網站上喔 你可以當用配線拍 那我就要看完整版 聽完整版 網站上都有 所以其實我很早就在做什麼 十分之一靈性的種子 就一直不斷的不斷的不斷的分享 因為其實現在很 我覺得沒有一個人可以說 他有什麼東西是百分之百創新的 好 是吧 現在很多東西 像這個圖也不是我畫的啊 我能說是我創新的嗎 不能啊 這是別人畫的啊 我就把它整合進來這樣子 所以 Gaia跟Euronist 共同的父親 一級人家Gaeus Gaeus Gaeus 那科學家的說法 就是大爆炸之前的樣子 宇宙在還沒有大爆炸之前是不存在的 後來大爆炸 欸 產生了宇宙 大概131億年前 有一點興趣 可以上網找那個TED的影片來看 非常有意思 那有了這個爸爸 後來生出了秩序 因為混亂才有秩序 秩序也會變混亂 中國人的說法叫 在天下裏久 並分 分久 並合 並合 你覺得台灣跟大陸怎樣 分滿久了對不對 好 所以趨勢是如此 不管你接不接受 它就是會發生 就像去年 我就跟學生講 趨勢是如此 不管你接不接受 它就是會發生 德國的總理是女的 對不對 然後那個南韓也是副警會 好 所以趨勢是怎樣 總理總統都在換女的啊 所以去年我就說 應該是換女的 所以那個有沒有 有一個黨就笨笨的 硬要換男的 有沒有 但是不懂趨勢 因為趨勢是如此嘛 對不對 如果是女的偏女的 說不定還有機會 但是偏偏硬要換下來 那就完全沒機會了 就是我沒有政黨色彩 但是就是我們從趨勢來判斷 就可以知道了 好 還有這件事 那有人問說 阿聯老師 那你覺得四年後 八年後的趨勢是什麼 各位覺得 有人說 Copy 八年後 四年後太早 八年後說不定有機會 說不定 我有學生在市政府工作 直接有 裡面有兩派 Copy這個人的個性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很鮮明 什麼意思呢 喜歡他的人就很喜歡他 哇 就是有破綠市長這種這樣 討厭他的人就很討厭他 現在這個時代就需要這種人 你知道嗎 就是喜歡你的人很喜歡你 討厭你的人很討厭你 這也是異經的道理 就是一定有人喜歡你 那一定也會有人討厭你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只想當被喜歡的人 後來發現不可能 有人會喜歡你就會有人討厭你 後來我發現我看了幾本那個營銷的書 然後我去北京上課 老師說你要在某一個領域闖出一番名號 不是要讓所有的人喜歡你 是要讓喜歡你的人更喜歡你 討厭你的人更討厭你 然後你就會在某一個領域闖出一個名號 因為大家會每天討論你 通常滿有道理的嘛 因為討厭你的人會討論你 討論得更更強化 喜歡你的人就股頭而已這樣 有一天他們兩個如果大上 就會哇不斷的那個 不是不是他是怎樣 不是不是他是怎樣 他們就會形成一個語論就出現 那你在那個領域的一個名聲就會出現 很有趣 在那裡是Cosmos 所以有沒有道理是相通的 國際不是Cosmos 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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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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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經驗公司董事長也剛換 那有人比較喜歡前面那個董事長 覺得那個比較溫和派 有人喜歡這一個董事長 他他執行力比較強 對不對 就像我們跟他講 維繫一樣這樣講 我就發現大陸人的那個 你知道 動作就超快 動作非常快 我這次派了幾個獎師去上海 上一個五萬塊台幣的課 我們來獎師回到台灣來 他十位獎師齁 我們獎師回到台灣來 來 今天幾號 12號 我們去上課是4、5、6 3月4號、5號、6號 12號就是隔6天 我們講師6天 終於有一位講師心得分享 他到底上課學了什麼 隔6天 那因為我去北京上課 所以我加了很多師兄姐的那個群組 那我們就發現 內地的同胞們 大陸的朋友們、師兄姐們 上完課的隔天 那就開始心得分享了 隔天 欸 有沒有人要這個 上課全程錄音啊 有沒有人要這個文字稿啊 他已經打完字了 有沒有人要什麼什麼 新制度啊 我已經把整個上課三天的內容 做成了新制度了 有沒有人要啊 發個微信紅包 10塊錢就送你 就隔天啊 隔天這速度超快的耶 我沒想到是他一個人很偏 還是說團隊力量大 還是不知道 那就是隔一天就開始陸續分享了 那我就開始在想 你看 我們台灣的講師 其實算是很努力的有沒有 6天才有第一個人分享 對 Mesca知道嘛 兩位也知道嘛 對 6天那個 昨天Jimmy老師才在分享 目前呢 其他人都還沒有消息 就是有去上課的講師 對 好 那大陸那邊已經分享得如火入土了 每天都會講 哇 這什麼 那什麼 老師上課說怎樣怎樣 老師上課說怎樣 老師上課說怎樣 那我們要怎麼做啊 然後我們來幫你巡主啊 然後就共 兩天就五百個人巡主 超恐怖的耶 各位 真的那個速度真是超恐怖的 所以今天 我們要加油 我講給年輕人聽的 OK 我們已經終年了 這邊也是 馬雲來過台灣 各位知道嗎 來過幾次 然後馬雲來的時候呢 因為馬雲那時候大概四十五十吧 他還跟台灣的企業家談什麼 談創新 結果呢 馬雲是裡面最引擎的 其他都是白髮髒髒 或者沒什麼頭髮 那董事長 然後聽說馬雲一進去那個會場 就搖頭了 他說 你們台灣 在想創新的是你們這群人喔 就是老闆董事長才在想創新啊 而不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呢 他就搖頭了 然後他還是有分享 那你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局勢真的很不一樣 好 所以馬雲非常厲害 那後來 那公司已經交出去了 交給一個 七零後還是八零後 因為他覺得自己老了 就覺得自己老了 所以他思維看不上這個速度了 所以他就給年輕人去跑 非常厲害 這是那個上海上課 Vanessa的分別中了 有一個老師姓魏 九一年的 各位今年是二零一六年了 魏欣老師 魏欣欣的欣 九一年今年幾歲 二十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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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六吧 對 在做二十五六有幾個時候 那邊有一位 Brian Jones 他在準備考試 準備考試 機師Pilot 這位魏欣老師 有八千萬的 鬼姓粉絲資料庫 然後呢 各位主任 你想要找什麼產品的精準客戶嗎 我想要找什麼什麼精準客戶 這樣 一個月 我準備一百萬給你 看你要賣什麼產品 一個月 我從我八千萬人生群裡面這樣 去篩選 然後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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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你弄群組出來 一個群組五百人嘛 那你要一百萬人 我就幾個群組給你嘛 你把手機買好 把那個微信號裝好 然後就把它人導到你的那個手機裡面 就這樣 好 那你一個人付了十萬人民幣 值不值 值啊 你給我一百萬精準客戶開玩笑 那我再給你一百萬也可以啊 所以 太遺憾了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 他說他努力了四年左右 也就是二十一歲開始 去努力研究這個東西 研究了四年 累積了八千萬的粉絲用戶 然後 現在要導流量 就跟自辦一樣簡單 超酷酷的 所以現在要上他的課很抱歉 人民幣一萬九千八 嗯 叫總裁微信營銷班 好 這台幣十萬塊 那你不要這樣沒關係 你自己想辦法 還是你來上 然後你變成我學生 然後我幫你忙 然後一天給你幾萬人這樣 就超恐怖的 可是他四年的農曆嘛 這個有成效出來了 超厲害的 好 所以一起給你一下 coevil coevil 一句 telephone telephone and television are coevil inventions 懂一個時期的 所以這個eve eve 代表時期 時期 好 那下面幾點加age 在ag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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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講越多一聽字 要嚇你 好 不過呢也是事實 講下你好像真的是騙你的 其實不是 我講的都是事實 這都是真實發生在 那個對岸的事情 那因為我每天的微信群組 每天都在分享這些東西 他們每天都跟你光聽到那個 我每天啊 就聽過我的演講 為什麼 那微信群每天都在演講 好 那現在有個微信軟體 一人引發百群連動 萬人同時獻證 聽演講 就是一個軟體 同時串聯一百個群組 一個群組五百個人 一百個群組多少人 五萬人 就演講 所以要招經銷商節目簡單 也簡單啊 就把文案 把提案 重點是那個提案要準備好 什麼樣的提案 免費提案方案 五萬人演講開始 然後呢大家可以監測 現在活躍粉絲九千人 或活躍粉絲一萬兩千人 然後呢有線上正在訂的 然後呢提案案 各位 五百個人有沒有一個人 兩個人三個人 有興趣 有嗎 假設三個人 一百個群就三百個人 三百個人招商結束啦 因為三百個經銷商 OK啦 今天贏了就可以達到了 就一場線上演講 結束 很恐怖 目前在台灣還沒有看到這種東西 還沒有看到 太厲害了 來 有沒有問題 請各位 未來五年不知道會變怎麼樣 OK 到時候到那個北上廣 可能就會幾小時 搭個高鐵就好了 好 怎麼會 你啊 嚇傻了嗎 加油啊 加油啊 各位 好 我們是老人啊 還好 我們後面就看各位了 台灣還是有一些優勢啦 就是 我們 禮拜 禮拜三 禮拜三我們辦了一場線上分 不是 十天禮拜講會 還會有趣吧 然後呢 我就有改而發一句話 我說 以前呢 我還沒去北京上課 我只是去訓練講師 我們都以為是大陸落後我們十年 這一次 今年一月 根據北京上的課 發現是我們落後人家十年 真的 我們落後人家十年 就台灣在封閉了 台灣就活在自己的小確幸裡面 然後不是不好啦 就是小確幸 就這樣子 對 就是競爭力來講的話 以國際競爭力來講的話 是不太好的 好 對 有沒有準備加油了 好 我要看你們兩個年輕的一代 沒問題 沒有啊 沒有經過線上那邊 好 我們下次見 那離開前 群組裡面今天要點名嗎 要 好 請你離開前確認 你在群組要點名 如果你有發現 有人沒來 假裝點名 就把他點出去 好 所以我們幫忙 這個監控一下 好 下次見 感恩 哈哈 請